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What's Run With You 跑步障礙頻道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我們百萬健身房 老屋翻新計畫 首先基本上我們就看到的是陽台的部分 那我們本身也是很喜歡這樣子的落層區 就是可以有一些植栽啊 能夠讓我們那個前面感到非常的明亮 主要是它這個位置非常通透 它採光也非常好 引流 引光的效果也非常棒 所以我們就會在這邊住感特別的深清氣爽 那從陽台進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我們家客廳供區域非常大喔 我們大致就是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就是希望能夠把我們的供區域 能夠盡可能的把它放大 那當初會愛上這間房子 也是因為它這個老台是大理石地磚的關係 一進來我們就非常喜歡 認為說我們的供區域的地板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也沒有要動它 那在當初在設計管線的時候 也盡可能的去保留它原始的模樣 搭配上呢 我們希望走就是 老台式輕裝潢的工業風 那以這條走道為分界呢 這一個區塊就是我們的健身耍廢區 包含了健身房 還有我們的沙發座 那這個區塊就是我們的 中導台面的廚房 包含了我們的用餐 備餐還有我們吃飯 飲食、娛樂、看書、閱讀 就都在這一塊 那我們這邊的室內屏數 實際屏數是26屏 在設計上 當初把牆面都打掉之後 我們希望盡可能的去放大 工區域的領域喔 所以我們把牆面通通的往後推了之後呢 把整個客廳的空間設計 就是格局變得很方正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像我們東西在選購上 就是都盡量選購80公分以下的物品 讓我們的視覺呢 能夠在站人在站著在這邊活動的時候 感覺視覺是非常通透的 那我們家整體在設計上的一個重點 是因為我們的地板已經非常的花俏 就是這種老台式的大理石地磚 在設計上 它的色彩已經非常的飽和了 所以我們其他物品在選購上 除了色調統一之外 我們會希望它的色澤 是低飽和的色澤來做個選擇 那這個廚房呢 我覺得其實最滿意的啊 就是當初真的很有遠見的就是 我們這個走道的寬度 留得非常的寬敞 兩個人同時在這邊作業 一個主菜 一個負責備餐 其實都不會互相打到 在選購上呢 就是我們廚房的使用上 其實真的能夠讓你作業順暢很多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洗碗槽 可能說練完深蹲硬舉啊 我們下背容易酸 如果它高度不足夠的話 就是你很容易要彎著腰去洗洗碗碗來 你下背會更酸 最後就是這個冰箱呢 其實因為我們很常去Costco 選購新鮮的肉品和蔬果類 那所以說我們的冷藏區就不用說了 就是大家一般來說冷藏區 大家的量體就是差不多足夠了 可是真正要注意的是我們的冷凍區 真的在健身的朋友很容易不足哦 因為那個雞胸肉很多時候就一大疊 所以大男建議 只要你的散熱還有你的原先預留的空間是足夠的話 冰箱能大就要大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到我們這整個空間呢 其實設置上就很像某個公共區域的大廳 不太像是某個人家家裡的客廳會放一個三人沙發 還有電視這樣能夠讓人家久留 有沒有都有鼓 希望這個地方是保持它原先空間的完整度 那包含這個牆面都能夠乾淨而整潔 那假如說我們有想要看電影的需求的話 那我們就會選擇用這個牆面來進行投影 投影的話 這面整個面牆其實可以比80吋電視還要更爽 一般來說通常室內屏有五六十坪的人 家裡才會有健身房哦 可是渣男不管 我就是要 這個就是原先健身房1.0的時候那個古蹟的移植 原先我們是用沉重魚缸的那個吊架 能夠一翔天開 我們覺得我們可以 它可以就是足夠沉重我們需要的重量 可是後來發現我們越練越進步了 就是 重量就越背越重 所以就是它開始搖晃了之後 直接直上穿缸的可收納 I字型的這個龍門架 那這組龍門架 它相較其他一般傳統的重訓的龍門架 它最大的優點是 它是可以經過收納 像兩扇門一樣直接合到牆壁上了 所以說如果說我們臨時有需要把這間房間變成客房的需求的話 完全可以做到哦 那因為寸土寸金的關係呢 大家覺得穿缸的龍門架最棒的地方是因為它刻度非常細膩的關係 所以可以加掛很多細緻的訓練的小物品 比方說雷管啊或是單槓的架子啊 讓我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動作選擇 這些都是偏向功能性的訓練 所以其實真的是非常難得 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面一次嘛 穿缸這組龍門架 就是師傅幫我們倒輔服務安裝到好之外呢 其他的槓片 一些比較可分離式的物品 還有隔音電 還有地下的軟電 我們都知道新店的某神秘小工廠去扛上來的 就是其實也是非常非常辛苦 如果你是住在透天別墅 或者是你是一樓然後含地下室的話 那你當然是愛怎麼放槓怎麼摔槓都隨便你 可是如果說是像我們住在這種就是樓上樓下我們其他住戶的 這種隔音措施呢就特別一定要注意哦 兩塊是最基本的就一人一邊嘛 那其實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更加分的選項是 你可以選用不同材質的軟電呢 在原先獨立的一塊之外 在上面再加另外一層 它可以吸收不同頻率的震動 這樣子的話它隔音跟減震的效果就會更好哦 好那我們在老木翻新的總金額的部分是 126萬 水電基礎泥座的基礎工程是70萬 門窗15萬 冷氣另外15萬 還有最後的軟裝20萬 健身房包含我們槓片還有穿缸 還有槓的使用上就是6萬塊錢 包膠的槓片會比較貴一點點 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一兩天就夠了 其餘的重量的那個砝碼 你可以盡量使用鐵片式的 整體預算會再更便宜哦 大原則在選購槓片的大原則就是呢 我們盡量選購無毒無臭的材質 畢竟這些東西會在家裡很長一段時間 而且渣男偷偷告訴你一個東西 這些東西其實不太會掉價 所以很多時候如果你盡量使用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會發現平轉好像不太會有什麼價差 其實也算相對保值 所以整體來說非常的划算 然後大家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就是 這個Home Gin到底能不能夠回本哦 當然答案是一定會 絕對會保證會 除了說剛剛能夠有可能近乎平轉90塊 你可能80塊能夠轉出去之外呢 當然跟太太在使用健身房的需求如此強勁 我們每個月如果說在外面健身房 大會花2000塊錢的月費 兩年就已經省下了3萬塊錢 再加上其他朋友教學使用上的需求的話 其實會在比你想像中還要更快速的傾向 就能夠把這些健身房的原先建置成本賺回來哦 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建置這些健身房呢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現在已經是後疫情戰 沒人什麼想要講疫情了 可是當初就算有再多的錢 我們要去健身房練都沒辦法 所以才會毅然決然直上穿綱 這組龍門架 當初甚至還沒有裝好之前 我們就已經在這個角落瘋狂訓練了 Home Gin都有這種激勵體訓練非常強烈 甚至是剛需的人來說呢 夢幻異體 那就有PTT網友問說 會不會再花了10萬塊之後呢 買了一個很高級的曬衣架 放在家裡長衣服這樣 那當然這邊的建議呢 其實還是要大家觀察一下自己在健身房 使用器材的習慣 你喜歡提供什麼樣的刺激給自己 總結來說就是兩點 第一點就是我們要觀察一下自己的使用習慣 你喜歡龍門架還是你喜歡有氧機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於整體氣氛氛圍的營造 會大大的促進大大的影響 我們在家裡使用健身房的一個心得和體驗喔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於渣男家裡其他配置還有設計 有好奇的話 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下一次會再錄一集跟大家分享 我們天賞見